大家好 又到了兄弟人教习的课程时间 下面是我们的第34讲 双色球案例 这个的第三小节 上一讲里面我们讲到把1到33这个红球号码都列出来 那个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列出来 这一节里面我们就给大家讲 首先我们把1到33这个号码作为红球号码 都先这样显示的用个数组定义出来 目的是我们在选择红球的时候 我们就从这个数组里面去取这个号码 去取 然后我取完一个号码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号码所对应的位置 就给它替换成一个另外一个数 比如说我把它换成0 比如这一次我取的是5是吧 比如随机出来是5 那我就把5取走了 然后就把5换成0 知道吧 那说明就是5没了是吧 那下一次如果再随机到这个位置还要取5 发现这个位置是什么 0 说明这个就表示这个5被已经被什么 被取走了 就不能再取了 你就要随机另外一个数 对吧 通过这种方式我是不是不用去比较啊 对不对 就不需要去比较了 明白了吧 这方案是比你哪个方案也好啊 是啊就节省效率 哎对就提高效率是吧 姜还是老的 那你这一说 我跟我的小伙伴们都进来了 是吧 嗯OK 我们来写一下啊 好好一个4循环 下面我们这个是用来生成什么 随机生成 红球号码 号码对吧 对 6个红球号码 那么I等于0 I小一几啊 6 还小于6 6刚好是红球号码数组的长度 长度 对吧 我就用这个长度了 Wideboard Number 点Lens 对吧 来加加 好 这是我要循环的六个 六个数是吧 循环循环六次就可以了 对 然后每次呢我从这个数组里面去找 对吧 从数组里面去找 OK 我用一个vile tool 用一个vile 对 里面套一个vile处循环 为什么是处呢 就说让这个循环不断的在走是吧 不断的走 等一下我从里面来控制它退出去 可以吧 OK 然后在这呢我就用这个r点next in的随机产生多少 这个啊 33是吧 33个 33这里要不要加1啊 要不要加1呢 要不要加1呢 不需要加1了 因为我这个read number这个数组就是33是吧 是不是从1到33啊 好 刚好随机产生出来的是0到32 这个数就刚好作为这个数组的下标了 哦 对对对对 就不需要加1了 对吧 好那刚好产也就是说我产生出来的作为下标是吗 嗯 index是我们的下标 ok 那我以这个下标呢这个数来判断的吧 对 好read number 中国号是吧 index 如果是 不等于什么 不等于0 0啊 比如说我这负成0是吧 对 负成0 那如果它不等于0 说明这里面有这个数是吧 对 有的数我就把数取出来吧 嗯 取出来附到哪里去啊 是不是附到这个 system readable number 这个数这个数组的第i个位置啊 对 对吧 第i个位置 那么刚好呢 我们就取那个数 是不是这个index的这个数 对吧 给取出来附到这里面去 然后呢 取走了我们说要把这个地方 给重新填一个另外一个0是吧 对对 填一个直进去 所以呢 我们这个reader number 多少 index的 嗯 index的应该等于多少 是吧 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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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 breg breg 退出这个循环 退出这个vile循环 最近的是吧 对 离它最近的这个循环 我就退出去了 是不是 如果这个是判断出来是等于0 怎么办 重新再随机产生一个下标 再判断 一直判断到 判断到 不等于0为止 嗯 是吧 就是不断的重复去取这个值吧 对 因为我只要取多少次啊 取6次就够了 外面的循环就循环6次 取6次是吧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算法 把这个红球号码啊 避免它重复 然后随机取出6个次 哦 你想想这个算法是不比你刚才那个 直接去每生成一个值 是要跟以前的值去比较 效率要高很多啊 是啊 对吧 数取得越多越明显 对 是吧 嗯 起数越明显 ok 好 这里面呢 这个生成红球号码 这个小小的一个技巧啊 算法 在这里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掌握 好吧 好 这次红球呢 就随机产生了 那下一步我们就要做什么呀 接收用户选号 接收用户选号了 对吧 用户选号 ok 那我们这儿是不是该 做这个输出打印了 我们这里是 如果是啊 我们从这儿开始输出啊 输出是说 双色球 啊 这个彩票 这个选号 开始 对吧 选号开始 祝你好运 诶 祝你好运 这是分话 对 好 这样子 祝你好运 ok 然后呢 第一个是输出什么 什么什么号啊 选一个 选择篮球号了 诶 请 选择 选择 篮球 篮球 号码 号码 16选一 诶 这里括号一下 16 呃 选一是吧 嗯 16个球呢 你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是吧 嗯 OK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 诶 Rounder是吧 通过这个不是 通过scanner 我们下面已经实力画过了 对 next int next 输入一个号 嗯 最提醒你叫16选1了 你就不能选别的了 好吧 嗯 好那么输入的号呢 我们存在哪里啊 存在user user blue blue number number 这个变量里面 对吧 ok 就存进去了 存进去就数码了是吧 然后呢 就要选择什么呀 红球 选择这个红球号码 对吧 我们选择红球号码 然后请选择 红球 红球号码 这多少 33选6 33选6 是吧 33选6 ok 33选6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 用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 i等于多少 0 i小于 我们就是user user reader bar number number 点lens 然后呢 i再加 好 i再加 ok 我们也没有判断了是吧 直接呢 给他user reader bar bar number 多少 i 等于多少 等于 input next in 对吧 next in 就输入一个号 回车 再输入第二个号 第三个号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对吧 六个号选择完了 你这就六个号就这样 选择完毕了 对吧 选择完毕了 对 好 那么选择完毕以后呢 再下一步就是什么呀 就要去判断了 就需要判断我这个 呃用户选择的号跟我们这个 什么呀 系统的这个 呃随机产生的号码 是否匹配 是吧 对 是否匹配 ok 那要是否匹配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两个变量啊 啊 需要两个变量 是什么变量啊 就是判断他 哎 判断这个呃用户这个篮球是否选对 嗯 是吧 对是否选对了 啊 那我们定一个变量叫什么 英特一个 啊 blue 对 blue board 籃球是吧 嗯 籃球的这个数量 我们先设成为0是吧 好 这是啊 呃 表示籃球 是否正确 哎 号码是否正确 对吧 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我就 呃 改成1是吧 改成1 好ok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籃球 用于红球 嗯 呃存储这个记录的正确 正确的数量 对吧 嗯 用来记录 红球 正确的这个数量 叫 rider bar bar count count 先等于0 对吧 这个用来 这个 记录 红球 红球 正确的 数量 对吧 嗯 用户啊 红球的数量 ok 好有了这两个变量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做比较用了 对吧 对对判断手用了 好我们先看一下篮球的判断 篮球应该比较好判断是吧 嗯在这啊 做一个 哎这是验 验 验证 验证 验证这个 呃篮球 篮 球 和 啊 我们一起写啊 红球的这个 呃 正确 各数 各数是吧 做验证有的 好 首先先验证篮球是吧 对 现在篮球的话我们就直接判断就行了 如果 这个用户 输入 输入 输入的这个什么 Ball number 嗯是吧 如果是等于 那么怎么办呢 等于的话我们就把那个我们刚才的那个叫 Ball 就等于一 一 对吧 等一这就 就呃验证完了是吧 验证完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来验证这个什么 红球 对 用来验证这个 啊 这是验证篮球吧 对我们注视一下 这是 验证 篮球 嗯 好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验证这个 红球 红球 验证这个 红球 嗯 OK 好那么红球呢 我们再 时间又到了 又到 又进广告 好我们下节 再讲了 OK 好 先谢谢大家 下节再见